台东县政府进行 碑南右岸3号提防工程 目前已经进入首尾阶段 近日进行路面搏油铺设 以及生态池的施工 在完成之后 即可全面开放给民众使用以及通行 而1号上午 建设处长就前往现场视察 并且也抢先体验人行步道 搭配一旁太平溪的河景 也对于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有所提升 施工厂商持续进行生态池及道路路面的铺设工作 希望能够尽快完成开放民众使用 这是我们碑南右岸2号跟3号提防的一个交叉的位置 那当时是以开口级的形式存在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水下来 其实这个是农田水利 现在的农水署的灌溉雨水 然后当时这边的设置有设置那个水门 那我们这个工程里面把这整个原来的开口底部分 把排水的功能保留住 然后我们把这边做一个生态池的部分 那在如果有台虹期间的时候 这边原来上还可以做一个制宏的功能 这边我们在做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个出口的部分 大概水深大概在60公分到80公分这边 所以平常的状态 如果太平溪没有涨水的话 它的水大概就是这么深 就60公分到80公分而已 这样的话对于旁边这边 因为旁边就是学校 那大概就有 水也不会说太深啊 就安全性上有 那这边我们还会在设立那个告示牌 如果再有台风来临的话 这边会涨水 这个后置第一个做什么 第一个是做那个静明喇叭 这一段是全部静明喇叭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是半道路所以我们可以坐正管制 静明喇叭 那第二个呢 树线的部分 树线三十三十 对对对对对 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我们进行超车的部分 进行超车 进行超车 台湘县政府进行的碑南右岸3号提防工程 近日已到工程的尾声 目前进行路面薄油铺设及生态池的施工 一号上午监测处长前往视察 并抢先体验在铺上拨油的人行步道上行走 搭配一旁太平溪的河景 显得十分悠然自得 打我们现在像我们现在走的是步道的部分 我们会打一定的范围 然后中间留给生态的部分 那如果河道里面因为 比如说台虹过后 然后河道流星偏离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在进场去做河道的整理 让它流星让它控制在中间 建设处强调 在路面薄油铺设完成后 陆续将进行告示排击号制灯的设置 近期即可开放给民众来使用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